首先就犯罪的部分 题目一定会说 就犯罪的讨论来说 好那这边就甲跟乙 甲会构成哪一条犯罪 315之恶德第一项 对不对 意图引力供给场所 工具还有设备 所以甲会构成315之恶第一项 因为我们把那个什么 制造散布那些东西 全部都先拿掉 去简化这个案例 那乙呢 乙偷拍的行为会构成什么 翻一下条文 会构成什么 315的第几款 因为乙是不是利用 这个工具或设备 就是这个真正的摄影机 来去偷窥人家的 私隐私还有秘密 对不对 所以会构成哪一款 至少会构成第一款 应该这边 这种摄影机 因为它是摄影机 所以应该不是窥视 应该不是窥视跟窃停 应该是窃路 应该是窃路 所以应该是第二款 所以构成315之一的第二款 第一款是窥视窃停 第二款是窃路 用这种真正的摄影机 应该都是窃路 好 那接下来 关于没收的部分 有哪一些课题 你需要去讨论的 第一个 A摩帖 我是把它列出来 不代表说全部都要没收 第二个是什么 B主题套房 第三个是什么 针孔摄影机 好 那你的条文依据 哪两条 第一个是315之3 对不对 因为条文有特别规定 所以你要先 那接下来呢 这些都是物吧 对不对 我们先不要去谈说 谈说这个真正的摄影机 路到的那个东西 先不要谈犯罪所得 就单纯就38条来看 38条二项来看 好 首先哪一些东西 可以用315之3来没收 315之3讲什么 前两条窃路的内容 你把内容选起来 以及窃路的什么 物品 所以315之3讲的是什么 窃路的物品 跟内容 内容我们先不去管它 好 因为这题其实如果要考 还可以考很多 但只是简化到这边 所以在这个部分 只有什么 窃路的物品 就是这个针孔摄影机 本身可以透过315之3来 去没收 这么两个都不行 它不叫切入的物品 它不叫物品 好 那接下来你就回到38条第二项 首先 首先 A摩帖跟B主题套法 它是不是供犯罪所用之物 它是不是犯罪工具 有人说 窃视窃定窃路 一定要在摩帖里面 犯才叫做窃视窃定窃路 没有吧 但是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感觉是房子 或者是房间 它可不可以包含到物的概念 这边会涉及一个考点 就是物 我们再写在这边好了 我们在38条二项 讲到这个物 它有没有包含不动产 动产是有包含 这没有问题 但有没有包含不动产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说 物这个东西 好像你很难跟房子 去做联想 但是在学术上都认为 这个部分还是会包含不动产 虽然大家平常 这个日常生活 依照自己的经验 可能有点难去理解 但是物在这个部分 是可以包含不动产 这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接下来38条二项 可不可以去 依照这个条文规定 来去没收A跟B呢 就A摩帖来说 就A摩帖来说 它是不是犯罪 而这个供犯罪所用之物 它是不是有犯罪工具 B主题套房其实也是 其实你看起来好像是什么 好像应该蛮合理的 对不对 那供 那你就再去讲 供犯罪预备 这也不是什么预备 或者是什么 犯罪所生 或犯罪所得 好像都不是 它不是因为犯罪 才跑出来这两件套房 也不是因为犯罪 而得出来这两件套房 所以在这边 你可以去讨论就是什么 它可能是什么 供犯罪所用之物 那在供犯罪所用之物 接下来你就会思考说 那就是38条二项 所以你就会直接讲说 它就直接按照38条二项 要没收 讲这样是没有错 但是不完整 因为我们在审查的时候 你还是需要去讨论38条 第二项 过客调节条款的问题 因为在38条第二项 这种过客调节条款当中 所谓的未维持受宣告人 生活条件之必要 往往呈现在考题当中 都是什么 以他人的不动产作为没收的标的的时候 常常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 或者是什么 你没收他犯罪所得非常高 例如说几亿 或是这个情况 你可能没收完之后 害他一贫如洗 什么都没有 他连自己维持自己最低的生活能力 都没有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 有没有38条第二项的问题 所以答题上比较完整 在这边 因为A跟B 这个基本上是假吃饭的家伙 你把他没收 你把他整个疯了 那这个时候假要干嘛 对不对 假要怎么样经营他的生活 要怎么样谋生 所以在这个部分 就会去考量 你在题目 在写题目的时候 你就要去写到说 这边有可能有38条第二项这个情况 但他到底要不要得不宣告 或者是拙检 这个就看法官 但是你在考题上你要写出来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案型 就是说如果当那个没收之物 是不动产的时候 往往都会出现 刚刚讲的 未维持受宣告人生活条件之必要 这个过科条件条款的这个情况 所以你在写题目的时候 这个部分要注意 这个部分要注意 那为什么不去讲什么 有过科之余 或者欠缺刑法上的重要性 因为这个你在考题上 你很难去判断 如果一个考题 他考出来的东西 欠缺刑法上的重要性 那他干嘛考出来 所以欠缺刑法上重要性 这个你没办法在考题里面操作 我相信在实务 法官也很难操作 那有过科之余 这个就太模糊了 好像有点过科 因为好像有点没有过科 那到底有没有过科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操作的标准 所以在讲授的过程当中 三跟四 讲一第四面 这个三跟四 我会比较琢磨去讨论它 就是说关于过科调节条款 这个部分 应该要怎么样去试用 会比较好 OK 以上呢 这个就是我们在过科调节条款 的这个说明 那从违禁物没收 一直到犯罪物没收 还有犯罪所的没收 以及后续 其他的相关规定 从这些规定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实务 这个现在立法者在修法之后 实务见解 其实也要做相应的改变 才有办法去适应 现在这个没收的刑法 因为我们这个没收刑法 真的变太多了 变太多了 那在考题上 在考试上 其实还有很重要 就是我们有很多东西呢 其实 说真的啦 说真的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 因为以前刑法 总则没有规定 这个犯罪所的没收 以及后续配套的措施 所以现在规定之后呢 就会变成说 如果要跟各位考试 比较相关的部分 就会呈现出一个情况 就是 新法规定了38条第二项 例如 规定38条第三项 以及38条之一 但问题是说 在我们新法分择条文当中 并没有做相应的 整定或者是什么 那些特别的条文 特别规定 还是继续特别适用 那这个时候在考试上 就会变成一个情况